在梵蒂岡教中方制國這個星期 將會接見一班希望推廣普世價值的 國際知名藝術家 他們很多都不是天主教徒 但是就和教會分享相同的價值觀 他們獲生命基金會邀請 這個基金會旨在透過藝術和主流媒體 推廣創意、正直、領導能力等的價值 他們面對一個重大的挑戰 生命基金會主席路易斯基奈利相信 這次藝術家和教宗的對話將會是充實的 這件事將會是有趣的 因為我們不單有教宗啟發性的發言 我們更會有對話 他將會聆聽我們 他會給予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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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意見 我們會得出總結和公眾分享 在梵蒂岡舉行的首屆生命峰會 藝術家將會舉行其他會議 探討如何透過藝術 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我們下次見 我們先說